诶 艺术家真的没想到 就是我今天开口讲了一个什么梦想 然后就会有一群小天使 半夜在加工把它做完 然后第二天就说告诉你说 诶 可以了 对啊 跟我说 龙哥我们可不可以 现在是陆地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湖泊 对 就是那个百合链 百合链 花泊的百合链 那个时候舞台上还有一个 高11米的一个荡鞦韆 因为讲的是卢凯族的一个 巴冷公族的传说 那在他们结婚里面有个仪式是荡鞦韆 然后那时候我提出来 大家就想说 你打个派去 你舞台上你要胡 你怎么做嘛 对 因为一般的做法要嘛是放干冰嘛 要嘛是拿两块蓝色的布 然后这样去抖动 对 那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别的 因为我觉得剧场它是一个 造梦的空间 其实剧场就变魔术 怎么说呢 就是它跟魔术很像 魔术我们一刚开始都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我们愿意选择去相信 剧场也是一样 是是是 你在七点大漠开启之前 我们进观观众期就知道说 待会儿舞台上都假的 它不可能真的嫁给它 它不可能真的死掉 舞台上怎么可能出现一座城堡 舞台上怎么可能有一座湖 对 可是你愿意相信 是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做梦的空间 没错 所以那时候我跟丰哥 而且看来还会哭 跟你们一起 我那时候 我在《白日梦骑士》里面 也有一段这样的台词 是这么说的 演戏本来就是假的 那些自愿走进剧场的观众 都是自愿被欺骗的人 好的演技就是高明的骗术 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你好的技术 其实它是一个高明的骗术 有一个舞台设计大师 他说过 我不能在舞台上种出一片森林 但是我可以制造一片森林的感觉 其实这就是剧场 我们说技艺技艺 技术跟艺术是没办法分开的 所以回到刚提那个舞台上 一个湖泊 那时候我跟丰哥提出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湖泊 他说可以啊 他还帮我加了一个瀑布 那怎么做到再问丰哥 永远都不会拒绝你的丰哥 他会给你想象不到的效果 因为通常剧本出来之后 设计师们都会给不同的想法 那志凯当然提到 当时候百合链 这个需要一个森林 一个部落 然后又需要一个鬼湖 那花博的场地就是一个固定的空间 对 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 半圆形的观众戏 我们就在想 对 如果你要陆地 又要森林 又要湖泊的部落 这些东西 当然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不一定是真的湖 那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前置极很长 大概一年的时间 我们灯光设计的老师就说 那是不是可以 可以 你就把那个陆地变成湖就好了 这样也很简单 讲话都很简单 这些人讲话老是不负责任 然后都一天到晚跟这些不负责任的人一起工作 那我们不可以这样弄 所以后来做了一个类似像水舞间这样模式的概念的水舞台 它就是在现场其实有35吨的水在现场 所以现场有两座游泳池 对 那我们有个特殊的机械的油压平台 是在这个游泳池上面 所以当我们要给观众看到游泳池里面的水 我就让平台下降 水就出现了 平台就像是那个烤肉网一样 那个0.5公分的一个孔洞 所以当它降到水面以下的时候 水是可以上来的 那升出来的时候就变成 升起来就变成平地了 对 但是当中有很多秘密是 在平台上面还得加很特殊的网子 观众才会看不到水痕 对 所以当时候这些东西都经过 曾书明老师的某一些的实验 亲自去挑那个胶垫的材质 到底要多密才会看不见 所以志凯你这一次在白日梦骑士给风格出了什么难题吗 我应该这么说 现在故事工厂做白日梦骑士 我反而是让他们去想要玩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反而它会回到比较纯粹的 它不会用这么多的太多复杂的设备 当然还是有 它给另外的我们的技术设计的老师杨金元出了很多难题 对 因为我现在忙着在外面必须要赚钱回来养他们 所以我把这件重则大人丢给我的好朋友杨金元老师 让他来协助志凯去完成他在这个舞台上很多的需求 当然他还有一个很好的舞台设计玻璃 一直在解决他很多的奇想 因为一个小剧场干嘛弄几百个Q点 让设计师们玩 其实有点辛苦 对 因为白日梦骑士他其实他刚讲他是一个龙套演员 然后意外当上一个骑士 我说什么叫现代的骑士 现代唐吉柯德 我想了半天其实就检查 那时候在购司的时候 因为过去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没有警察制度 所以你要骑士要出来英雄救你新家仗义 可是现在就是警察嘛 所以他谈的是一个 一个陈天想要当英雄的一个落魄的剧场的演员 他想要战场舞台要演一个英雄人物 但是他却误打误撞 成了一个冒牌警察要去办一个绑架案 要去救一个公主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桥段 所以里面都是有某些推理的情节 然后要附赎金要跟绑匪对决 然后不断的换交通工具什么的 其实他的场景有点复杂 可是我在小剧场我怎么做呢 我就跟我的舞台设计李柏林 还有金文老师 然后一起讨论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呈现 后来我们决定让整个舞台 变成了一台苹果电脑 就是全白的 舞台很干净很白 但是我透过不同的符号道具 我舞台上有很多几何的图形 我透过这些符号的变换 我来处理不同的交通工具 不同的场景 很多铁杆 三角形 它一下可能是海鸥 海鸥不是这个造型吗 海鸥的造型 下秒钟可能变成脚踏车的龙头了 这样来变换 你不会讲太多 讲不完 因为我太多这样的创意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你怎么在限制当中 然后去突破去创作 所以我开玩笑说 我蜘蛛器是一个110分钟的 超级变变变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在跟演员 演员然后跟设计师不断地去工作 那除了内容之外 我觉得形式也是一个 这部戏的一个趣味 很好玩 怎么说呢 就是刚刚在提那些 不断地变换我的场景 然后透过某些符号道具 同时我的服装 在舞台上也会去快速地变装 快速变装 因为在里面就是艺人多角 这有点像过去屏风的戏的传统 那艺人多角 第一个当然是神演员费 那再来是 这当然玩笑 但重点是 我在舞台上可以更多元的角色 让观众看到不同的 这个角色的形象的 一个立体的呈现 所以这是我在这个戏里面 所一直去努力的 那当然这个戏 其实我最想 国小的他说过 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 怎么说是你的形式 说什么是你的内容 那我白日梦 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 就是人活着没有梦想 等于死亡 但大家开始听到这句话 觉得热血沸腾对不对 我还有第二句 但如果实现梦想的代价 是死亡 你做不做 你做不做 我觉得我的戏 其实把人逼到一个危险的情境 就像我刚刚里面提说 这个冒牌警察 他要去救公主 误打误撞 真的从一个蛛丝马迹 意外的发现一个线索 然后真的跟歹徒对决 你一直梦想成为警察 成为英雄 在生活中 你是个loser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扮演唐基 科德的过程当中 你真的意外实现了 你真的去拿起枪了 你真的去找歹徒要对决了 好棒 好过瘾 好 这个戏的结局是 你可以救公主 但是你必须得死 你做不做 你做完 你为她死 你这个角色在舞台上 壮烈牺牲了 但是你没有羡慕的机会 你真的就死掉了 可是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在生活当中 你是个一事无成的人 你要回去吗 你要回去 那样的生活你要过吗 所以你选择完成你自己的角色 牺牲自己的生命 还是你选择回家继续当个loser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决定 对 所以我觉得我的戏在谈论这个 就是为了梦想 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人最宝贵的是什么 你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你的生命 你赶快牺牲生命 在你完成这个角色的同时 我愿意死在舞台上 这是国修老师 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我把这句话变成我戏里面男主角的台词 容许我借用我恩师铁国修的一句话 我愿意死在舞台上 为了这句话你做了多少的准备 你有多少的胆识跟你的智慧 然后愿意把你的一切你的生命灌注在这个角色身上 我就想谈是这样 现在忽然觉得好感召 觉得假使我今天有机会去做那个 帮他们造梦的人 我会好好好我帮你我帮你 他刚才讲的那么慷慨激昂一大段 我就觉得真的可以了可以了 我觉得我跟很多设计师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革命的情感 那对都快睡到人家床上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